大家好 每人分享个使用妙招 给大家帮忙的生活 微信我们是经常使用 那么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 给对方转账 一定要注意了 如果出现这一排字呢 千万不要转账了 那是为什么呢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不少人都在微信上 购过物给陌生人转钱 不是买吃的 就是买衣服等等 一般大家都会选择 有微信转账的方式给对方钱 但是我们在转账的时候 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 千万不要再转了 因为遇到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对方就是骗子 或者是不给你发货 直接拉黑你 这样你的损失就大了 第一给对方转账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这个聊天框 就是对方涉嫌欺骗违规 为了保护你的资金安全 避免被骗 当前交易暂时无法完成 请谨慎确认交易风险 当谈出这个提示后呢 我们千万不要解除支付限制 也不要以别的方式将钱赚给对方 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呀 对方肯定就是骗子了 第二如果出现了这个聊天窗口 就是本次交易存在被骗的风险 再不能支付 请仔细确认对方身份 如确认无误呢 数分钟后再次发起交易 这种提示是官方为了提醒我们 可能说明对方账号有违规的情况 当要给对方付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因为官方已经建立了识别恶意账号 和交易安全风险的系统 所以在付款过程中 如果收款账户有异常特征时 微信会根据风险的程度 对对方交易风险提醒 所以大大提升了我们的资金安全 除此之外我们打开微信的钱包 打开后可以看到上方有三个点 打开设置 打开后往下看有一个转账到账时间 正常默认的是实时到账 那么这个实时到账啊 就是我们给对方转钱 对方第一时间呢就会收到 除此之外也有两小时到账和24小时到账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两小时到账 或者是24小时到账 那么这个延迟到账对我们有哪些好处呢 一旦我们给对方转钱的时候 发现转错了 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个延迟的时间 我们打微信客服电话 跟客服说明情况 有可能就会把这个钱追回 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将这个到账时间 改为两小时或24小时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两点了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